今天和各位一起 以持有乌灵和土明的大祭司为主题 查看一下上帝的话语 圣经通过旧约历史预言了 直到兴起持有乌灵和土明的大祭司为止 我们在灵上处在什么都做不了的状态 在旧约有一个国家与以色列民族 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 那就是巴比伦 以色列百姓被俘虏到巴比伦国 在那里服侍了巴比伦国许多年 最后 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得到解放 归回故国 我们在圣经中能看到许多 关于此内容的预言 上帝将那些被灵的巴比伦 俘虏受压迫 不认识上帝的天上百姓 从灵的巴比伦中解放出来 急于拯救 在以色列百姓被俘虏到巴比伦 最后得解放的旧约历史中 也能发现如今我们的影子 在以色列百姓被俘虏到巴比伦 最后得解放的过程中 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 从巴比伦解放的人群中 无法确认 有些人是不是真正的以色列百姓 很难分辨 他们是不是上帝的百姓 因为过了太长时间 有些人的族谱 已经模糊不清 因为和巴比伦人混居 所以并不只是 以色列人之间通昏 以色列男子会与巴比伦女子结婚 以色列女子也会与巴比伦男子结婚 在这种环境中出生的子女 也有可能和巴比伦人结婚 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 族谱问题就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 无法判断此人 究竟是以色列人 还是巴比伦人 产生了这种难题 因此需要有一个标准来判断 此人是否是上帝的百姓才行 可是却没有人能做出判断 只有等持有乌灵和土明的大祭司出现 才能确认圣经中所说的祖谱 若没有持乌灵和土明的大祭司出现 就无法承认他们是以色列百姓 在现今时代 即便从灵的巴比伦中得解放 成为了自由人 但在是不是上帝百姓这一问题上 只有谁出现才能确认呢? 若只有乌灵和土明的大祭司不出现 我们就没有任何标准和依据 得到是上帝百姓的认证 只有持乌灵和土明的大祭司登场 才能借着大祭司的判决 来区分是不是上帝的百姓 我们通过《以色拉记》二章 来确认一下此预言场面 一起看《以色拉记》二章一节话语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 现在他们的子孙 从贝鲁道之地 回耶路撒冷和犹大 各归本城 他们是同着索罗巴伯 耶稣亚 尼西米 西兰亚 下面继续记录了他们各家的谱系 看五十九节 从特米拉 特哈萨 基律 亚旦 阴脉上来的 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 即族谱是以色列人不是 过了很久之后 有些人的身份 有些人的身份就变得不清不楚 在波斯王 居鲁士时代 因居鲁士王 下诏让以色列人归回本国 所以他们都得到了解放 但却很难分辨 他们究竟是不是以色列民族 重新看一下五十九节 从特米拉 特哈萨 基律 亚旦 阴脉 上来的 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 是以色列人不是 六十节 他们是 蒂莱亚的子孙 多比亚的子孙 尼格达的子孙 共六百五十二名 祭司中 哈巴亚的子孙 哈格斯的子孙 巴西来的子孙 因为他们的先祖 娶了激烈人 巴西来的女儿为妻 所以起名叫巴西来 这三家的人 在祖谱之中 寻查自己的谱系 却寻不着 无论如何查找 也无法在祖谱中 找到自己的名字 就像我们的名字 要记录在生命册上一样 若自称是上帝的百姓 名字 却没有被记录在生命册上 那么 就绝对无法得到承认 不是吗 因此 六十二节中记录说 这三家的人 在祖谱之中 在以色列民族的祖谱中 寻查自己的谱系 却寻不着 因此 算为不洁 不准 供祭司的指认 省长对他们说 不可吃至圣的物 直到有用 乌龄和土名 决移的祭司兴起来 这里说 直到持有乌龄和土名的 大祭司兴起 这些人 没有吃制生物的权利 换句话说 就是停止了他们 履行祭司职务的权利 因为他们的身份不明确 祖谱上找不到他们的名字 所以 无法确认他们 是不是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的身份不明确 所以省长说 你们不可吃至圣的物 直到有用乌龄和土名 决移的祭司兴起来 这是以色列百姓 从巴比伦得解放 归回本国的过程中发生的事 现在我们也正处在 回永远天国的过程中 不是吗 那么 乌龄和土名 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一起看一下 出埃及记二十八章 看二十八章三十节话语 又要将乌龄和土名 放在决断的胸牌里 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 要带在胸前 在耶和华面前 常将以色列人的绝断牌 带在胸前 乌龄和土名 属于大祭司礼服的一部分 是放在胸前的两块宝石 称这两块宝石为乌龄和土名 那么乌龄是什么意思 土名是什么意思呢 韩文改义版圣经的注解中 乌龄和土名 被解释为光和完全 乌龄和土名 意味着完全的光 换句话说 就是完全的真理 光意味着真理 而且约翰一书中也说 上帝就是光 不是吗 那么 我们就非常有必要 调查和确认一下 拥有完全的真理 乌龄和土名的大祭司是谁 在旧约 有将乌龄和土名 这两块宝石 放入大祭司礼服中的仪式 光和完全 即带着完全的真理 来临的大祭司是谁呢 我们只要确认此问题 就能知道 将带着乌龄和土名 来到这世上的大祭司是谁 我们通过 西伯来书 七章十一节来确认一下 圣经中说的 最完全的真理是什么 看西伯来书 七章十一节话语 从前 百姓在立位人 祭司职任以下 受律法 倘若借着职任 能得完全 倘若借着职任 能得完全 是指无法 借此得完全的意思 不是吗 另一位人 祭司职任 是什么约呢 旧约 即借着旧约律法 无法完全 又何用 另外兴起一位祭司 照麦基吉德的等次 和照亚伦的等次呢 因为亚伦的等次不完全 所以上帝立了 完全的真理 麦基吉德的等次 看十二节 祭司的职任 既已更改 律法也必须更改 祭司的职任 由什么变成了什么呢 由亚伦的祭司职任 即立位的祭司职任 变成了麦基吉德的 祭司职任 这里还说 律法也必须更改 希伯来书七章中 说要从旧约律法 变成新约律法 即变成基督的律法 看一下希伯来书 七章十三节话语 因为这话所指的人 本属别的支派 那支派里 从来没有一人 伺候祭坛 我们的主 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 但这支派 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 倘若照麦基吉德的样式 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 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看十六节话语 他成为祭司 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 乃是照无穷值生命的大能 因为有给他做见证地说 你是照着麦基吉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先前的条例 因软弱无异 所以废掉了 先前的条例 就是指旧约的诫命不是吗 旧约的诫命 因软弱无异 所以废掉了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 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 靠这指望 我们便可以进到上帝面前 再者 耶稣为祭司 并不是不起事力的 至于那些祭司 远不是起事力的 只有耶稣是起事力的 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 主起了事 绝不后悔 你是永远为祭司 因此 起事力的耶稣 是永远的大祭司 是照着什么 做祭司呢 照着迈基喜德的等字 做祭司 看二十二节话语 既是起事力的 耶稣就做了 更美之约的中宝 那些成为祭司的 数目本来多 是因为有死阻隔 不能长久 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 他祭司的职任就怎样呢 长久不更换 长久不更换 即不会改变 这祭司只认 长久不更换 永远长存 那么他 永远长存的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是完全的 我们能够确认 迈基喜德的等次 是永远的 上帝的真理 那么 我们要等待 持有乌灵和土明的 拥有什么 祭司职任的人 才行呢 这样 我们就能确认 他是持有乌灵和土明 第二次来到 这世上的基督 不是吗 在现今时代 若不迎接 不遇见 持有乌灵和土明 即 长久不更改 成为完全的真理之光 照着迈基喜德的等次 来到这世上的基督 那么 我们所有人 就只能放弃去天国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持有君尊的祭司 即便照此话语来看 也可知 我们能这样 都是因为遇见了谁呢 遇见了 持有乌灵和土明的大祭司 若大祭司没有来临 我们就无法说 我会去天国 我会得救恩 这是圣经小于我们的语言 看一下 彼得前书 二章九节话语 那么 此时代的我们 正处在 怎样的立场呢 处在 像巴西来家族一样的立场 看九节话语 唯有你们 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什么呢 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上帝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召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 算不得子民 现在 却做了上帝的子民 从前 未曾蒙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 这里也说 过去我们 算不得上帝的子民 现在 却做了上帝的子民 从前 我们站在 未蒙连续的位置 但现在 却得蒙上帝的连续 这都是借着谁呢 借着 持有乌灵和土名的 大祭司 即基督 基督出临时 以耶稣之名 再临时 以新名 来到这世上 没能迎接基督的人 就没有 入奇妙光明中的 特权和资格 这里 将我们形容为 如巴西莱家族一样的祭司 又说 不得吃 置生物 这置生物 指的是什么呢 若研究 旧约的圣所问题 就会知道 圣所 和置圣所中的 所有器具 都属于置圣物 而且 圣所中 出来的 所有事物 也同样 都是置圣物 这里说 不可吃 置圣的物 由此可知 这里的置圣物 指的是 吃的置圣物 若现今 持有 污灵和土明的 大祭司登场 说 你们现在 可以吃 置圣的物 那么 我们用什么能证明 我们得到了 这种判定呢 这里 所说的 置圣物 究竟是什么 我们通过 约翰福音二章 来确认一下 一起看一下 约翰福音 二章 十七节话语 看 二章十七节 他的门徒 就想起 经上记者说 我为你的殿 心里焦急 如同火烧 因此 犹太人问他说 你既做这些事 还显什么神迹 给我们看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 要再建立起来 犹太人便说 这殿 是四十六年 才造成的 你三日内 就再建立起来吗 但耶稣这话 是以他的身体为电 也就是说 这生物 必须要出自圣所 耶稣说 这圣殿 是以他的身体为电 那么耶稣 给我们吃 喝的是什么呢 耶稣 多次说明 要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我们 我们在约翰福音六章中 来确认一下 此内容 旧约圣所中的 赎罪祭 平安祭 等所有祭祀的祭物 都叫至圣物 圣所和圣殿 都是相同的意思 耶稣指着自己的身体 说是圣殿 那么 我们在吃 喝 出于耶稣身体的什么呢 一起来确认一下 看一下 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 看五十三节话语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什么呢 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就有什么呢 就有永生 现在 我们能吃 生命的制生物 即 耶稣基督的肉 和耶稣基督的宝血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我们从 持有乌灵和土明的大祭司 得到了 我们是上帝子民的认证 不是吗 重新看五十四节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就有永生 在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 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 真是可喝的 换句话说 就是指 我的肉 我的血 就是制生物的意思 因为 这是从圣殿 及耶稣里面 出来的 从圣殿里 出来的食物 平安祭 等所有的祭物 全都是制生物 上帝 来到这世上 赐予了我们 可以吃 这制生物的资格 基督带着 新约真理之光 来到这世上 将出于 他的身体 及圣殿中的 逾越节的饼 和葡萄酒 赐给全人类 说 这是我的肉 这是我的血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就有永生 这样赐予新约 立下了约言 重新看一下 五十四节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就有永生 在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 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 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永活的父 怎样拆我来 我又因复活着 照样 吃我肉的人 也要因我活着 上帝在预言中 向我们显明了 他将赐予生命的 重要旨意 上帝吩咐我们 吃喝的 出于圣所中的东西 是指应许给 祭司们的制圣物 那么 作为制圣物的 基督的肉和血 上帝将其 应许在了 什么仪式之中呢 我们通过 马太福音 二十六章 来确认一下 上帝将此 应许在 逾越节中的事实 看十七节话语 马太福音 二十六章 十七节 除教节的第一天 门徒来问耶稣说 你吃逾越节的 言习 要我们在哪里 给你预备 耶稣说 你们进城去 到某人那里 对他说 夫子说 我的时候快到了 我与门徒 要在你家里 守逾越节 门徒 尊者耶稣 所吩咐的 就去预备了 逾越节的 言习 我们在二十六节 看一下 吃逾越节的 场面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祝福 就掰开 递给门徒 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看二十七节话语 又拿起杯来 祝谢了 这是装有 越节葡萄酒的杯 是吧 递给他们说 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 即越节的葡萄酒 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赦 现今 能够吃 喝 制生物的人 会得到什么呢 会得到永生 不是从灵的 巴比伦解放 就都能无条件 进入天国 持有物灵和土明 拥有完全的真理 照着迈基喜德的等次 来到这世上的基督 基督教导说 吃新约 生命的饼和葡萄酒 即吃天上制生物的人 会得到永生的恩赐 和天国的应许 拥有进入天国的保障 持有无灵和土明 带着完全的新约真理法度 来到这世上 将灵的制生物 即上帝的肉和血 给予全人类 即 只有打开新约之路 让人类吃 愉悦节的饼和葡萄酒的 那位来临 这时我们才能得到明确的 可以归回天国的判定 各位 他就是谁呢 是谁 给予了我们 能吃制生物的全饼呢 是基督 安商鸿 给予了我们此全饼 不是吗 对于我们来说 救恩是最重要的 谁的讲道了不起 因为爱听讲道 所以来教诲 可以说 这是极其错误的信仰观 我们要 因为爱上帝来教诲才行 不是吗 持有无灵和土明 让我们吃制生物的 永远的大祭司 基督安商鸿 和新耶路撒冷天上母亲 所在之地 在那里献上的所有礼拜 都会成为香的烟云 升到天上 希望我们 所有天上子女 都能仰望救恩 将永远的感谢和荣耀 归于赐予我们这种恩典和祝福的 天上父亲 天上母亲 当我们现在 还有机会向周围 为寻求上帝 而彷徨的可怜灵魂 传讲真理 传讲父亲母亲时 要努力将福音传向 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愿各位 都能成为 这种美丽的圣徒 以此结束 今天的话语 谢谢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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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